One Step to Green是由南加州雅凯迪亚高中的学生们发起的非盈利环保组织 以消除塑料垃圾为出席目标 日前他们向学校捐款4000美金 用于在校内安装净水机设备 One Step to Green此次向雅凯迪亚高中捐款4000美元 将用于在校内安装净水机设备 以减少校内大量的一次性塑料垃圾 副校长Dr. Manews参加了捐款仪式 并对One Step to Green给予了高度评价 也保证会装款专用 One Step to Green开展了多次野外塑料垃圾经理活动 并走访邻居社区了解消除疑似性塑料污染环境的方案 I started One Step to Green because I want to take one step at a time to help our environment we are one step to green and our goal is to help eliminate plastic usage I love seeing nature at its finest I love seeing the flowers bloom the birds fly and the animals run around 几年轻的高中生不仅亲自动手清除垃圾 还计划去学校 餐馆 超市等商讨降低塑料使用的方法 也会跟地方政府沟通 立法鼓励削塑塑料制品的使用 终极目标是通过政府和机构的帮助 让可分解材料 替代日常塑料制品 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污染 新上任的亚式事业员王爱玲也现场与孩子们交谈 并承诺会安排One Step to Green跟事业员会面 创造如何让Archadier市政府帮助本市的商家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等 凤凰卫视百一辰洛杉矶报道